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愿我们人生的每一次遇见 都由如初见 黑晚上好 欢迎收听读者 我是主播如初 那如初今天要和你分享到的是 来自作者疯传的文章 真正厉害的人 早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 有人说人到中年 才明白最高级的活法 就这么一个字 静 而纵观身边那些 活得风生水起的人 漠不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 学来说 潜水是喧哗的 深水是沉默的 格局高的人早就拥有了一张金口 一颗静心 知乎上有个问题 有什么简洁的人生道理 让你受用一生 高赞回答说 不言喜 不语悲 的确 得意时别忘形 失意时不失言 有两种话 是千万不能与外人道的 大的欢喜 不说 邻居阿姨儿子考上了 国内前十的九八五 逢人就开始夸耀自己的孩子 刚出录取结果的那段时间 他逢人便引起话题 你家孩子考上什么学校 遇上那些孩子成绩 不如他家孩子的就更来劲 把嗓门拔得很高 我家孩子真争气 一下子就考上最好的专业 将来一毕业就是高薪 说的那些家长脸上红一阵 白一阵的 只好陪笑 那一段时间 大家看见邻居阿姨 都绕道走 其实喜而不言 是一种善良 更是一种智慧 蔡根坛说 藏巧于桌 用慧而明 欲清于浊 以屈为身 藏桌不露间 是对他人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保护 生而为人 个人有个人的路 个人也有个人的 晦涩和皎洁 你的欢喜 可能是他人的心魔 他人的地狱 因为懂得 所以才更要善良 才能慈悲 是要藏住 才是格局 去要沉住 方为本事 诗云 虚心足有低头叶 傲骨眉舞养面花 真正的智者 把自己放在低调里 更能活得高调 迎接生活中 一个又一个的 高光时刻 小的悲伤 不说 生活中总有许多 如祥林嫂一般的人 遭受到不幸 就恨不得 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最终让人避而不及 生活实苦 可让我们成长的 也正是那些 深夜痛哭的时刻 每一个人的人生 注定单枪匹马 当你诉苦 抱怨得多了 就难免会陷入一种 自怜自哀的境地 最终麻痹了自身 更毁了人生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 皮革玛丽翁效应 就是说 人心中怎么想 怎么相信 就会怎样成就 反之 如果你相信 事情不断地受到阻力 这些阻力就会产生 很多时候 我们认为自己 做不好一件事 其实我们只不过 是在自我设限罢了 抱怨多了 可能真的会成怨妇 废话多了 可能就真成了废物 真正厉害的人 早就戒掉了抱怨 练就一颗静心 但看花开花落 常言道 祸从口出 你的人生有十分 以外人道 不过十之一二 那你就留住了 那剩下八九分的福气 文一多先生说 人家是说了在做 我是做了在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 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的确 有些人夸夸其谈 却毫无实之行动 有些人在朋友圈 晒各种高大上的日常 可他们的生活 却是一地鸡毛 心智越成熟的人 越少晒生活 有人说 中国人的幸福感 来源于比较 也许大多数人 能够习惯于 在新闻里 看各种富豪 晒他们的奢华生活 但无法容忍 自己身边的人 过得比自己好 日复一日 多少人 就在这无谓的比较中 消耗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总能见到 那些心穷的人 他们需要虚假的浮华 来唤取别人的青睐 可真正厉害的人 早已从内心深处 认定了自己 朋友圈里 再热火朝天 也换不来 真正升职于内心的 自我认同 其实 那些厉害的人 早已退出了 你的朋友圈 他们选择为自己而活 活出最好的样子 给自己看 他们选择 默默地变优秀 孔子说 君子以行言 小人以蛇言 常言说得好 喊破嗓子信不过 做出样子 掌声来 雷声大 雨点小的人 往往难成大气 只有行动 才是成功的及时 纵观我们身边那些 在自己的领域里 有所成就的人 他们早已把人生 调成了静音模式 不晒生活 把眼光放到自己身上 不停沉淀自己 为什么越成熟的人 越少晒生活 因为当优秀 已成为一种习惯 就根本无需炫耀 因为你已经心智成熟 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根本不需要那些假把戏 来感动自己 你的人生 不是看你晒了多少 而是看你做了多少 调成静音模式的手机 让我们能不被外界打扰 调成静音模式的人生 让我们专注于提升自己 之前综艺节目 《天天向上》的主持人钱峰 在节目上爆料说 同为节目主持人的汪涵 居然把自己的微信给删了 娱乐圈里出了名的高情商汪涵 其实也是个山友狂魔 汪涵坦言不仅是前锋 连陈坤 范冰冰这样的大腕 他都删了 汪涵说 在删掉了许多人的微信后 他发现 这样的生活非常非常轻松 整个人生都发生变化 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 自在地一塌糊涂 而且虽然彼此没有微信 但感情根本不会因为长期不联络 就变得不好 汪涵选择向内深耕自己 为自己的人生筑起一道墙 保护自己 不被外界干扰 曾经有一个新闻 浙江大学的学霸胡同学 他的微信通讯录里 只有31位好友 而他一年365天 在浙大图书馆中 借阅296册次书 相当于每天看0.81本书 除掉浙江大学2017年的 108天寒暑假时间 在校期间257天 相当于每天阅读1.15本书 这就是浙大学霸胡同学的阅读量 而他也在大一就选了56学分的课 也就是修读了26门课 还拿了学业三等奖学金 和专业奖学金 网友的评论更是扎心 就算我们有300好友 能谈心的又有几个 我们总把时间花在了别人身上 却忘了问自己 到底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是啊 反观我们 太多人的时间 都被那些所谓的人脉 社交给占据了 殊不知 人脉的本质是等价交换 你是怎样的 就会吸引怎样的人 与其经营人脉 不如经营自己 真正优秀的人 选择深耕自己 你不去找圈子 圈子也会找到你 生活中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 我们常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 是时候将我们的人生也调成静音模式 停下脚步与自己对话 专注于走好自己的路 人生就是一个越活越寡的过程 当我们学会减掉一些东西 我们才能拥有 无论何时 都能清零过去 重新出发的实力与勇气 余生让我们都把人生调成静音模式 修一身静气 静言 沉默是金 寡言有福 君子懦于言而勉于行 所谓金口欲言就是如此 静心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是内心的充实与从容 当我们静下来 更能发现生活的曼妙多姿 好 今晚的分享就这样了 如果您喜欢 欢迎拉到文末 帮我们点亮再看哦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这里是读者 我是如初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 He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